郭恒已若灭,汉独已强亡,汉朝真的是因太强大而灭亡吗?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独通见论》中这样写道,于是天下之为此为功名之敬而获之,所及者先,也是大夫乐习之凡民亦敬尚之,于是而到日起兵日兴究且瓜分顶至,已成忽元,曹,孙,留之事故郭恒已若丧,而汉已强亡王夫之认为汉朝之所以会灭亡 是因为军事实力太强了,人人都希望通过从军来获取功名,甚至连文志兵逼迪士大夫也乐于战争,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从汉朝政府的角度这个事实不成立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点,王夫之口里的汉到底指的,是什么到底是汉朝政府义或是汉人?如果从汉朝政府来说说他很强,那么就是瞎扯 但与西汉相比,东汉的武力要弱了很多从东汉的气质来看,更加偏向文质,有明显的众文轻武现象 所以自汉和第十期,开始汉军就屡败于一族随着时间的推移 汉朝边境出现了一族集体入侵防御全面崩坏的窘境 枪人超大规模叛乱,在很多史学家严厉枪人的叛乱,才是东汉灭亡最根本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枪人,并非国外一族,而是归赴汉朝已久的臣民 他们不仅手无寸铁,而且饱受压迫 最后因一场汉官抢掠枪人妇女事件,造成了大起义 一开始枪人联兵戏,也没有指,能拿木棍作战拿铜镜 当顿下人东汉,曾有个不成文的制度,就是让当朝国就上战场建功 然后就任辅政的大将军之位马房,斗县都这么做过 但当汉安帝时期国就邓制,时候这个传统就断绝了 当时邓制带领中央军北军和南修奴蜀国骑兵讨伐枪族叛匪们以为会大获全胜 结果呢,居然败了中央军,败给了一群拿木棍的枪人 由此可见汉军的战力已经衰退了很多 随后枪人暴动持续蔓延从梁州出发,四处截略关中 兵州和北军受企图毒汉军屡战屡败 为了阻止枪人继续进犯,有人出了馊主意,要求放弃梁州 不管那些乡人,而做出这个意见的不是别人 就是那个吃了大败仗的邓制出身关系的鲍鱼 大惊失色,这还得了你丢了梁州 到时候是不是连关中都要丢在他的故庆下汉朝 才放弃了捐弃梁州的愚蠢政策 后来汉朝开始依靠当地豪强来镇压乡人 比如以断秀为首的梁州三民还比如董卓 在这些梁州土著的努力下,也就是疯狂的屠杀下枪人问题才得到解决 此时汉朝已经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军队花费军费 达到320亿钱这可想而知又恐怖了 更可怕的是由于东汉之前想要放弃梁州的举动 梁州军阀已经起了一心 最终为董卓在关东大寺屠杀费利皇帝埋下了伏笔东汉 名存失亡后枪人占据了梁州广大土地直到被下侯渊 曹真击破鲜卑人的崛起在看北边 鲜卑开始崛起了北匈奴 被汉朝打跑后鲜卑就占据了墨北去带匈奴成为巨幻 鲜卑人战斗力很高 但是社会结构不行一直一盘散沙 然而到了汉朝末期 鲜卑大人谈时愧崛起了他一统鲜卑部落降伏西域 以及东北诸族成为横跨数万里的大国与鼎盛修奴相当 随后鲜卑从北方西北东北三个方向 对汉朝同时发动进攻幽并两倍荼毒的不成样子 当时的汉朝皇帝是汉领帝 当时因为党固之祸 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军事也被完全落下了 为了解除弹石怀的威胁 汉领帝派三将军领三万士兵分三路反击鲜卑 结果弹石溃也兵分三路进行抵御 结果汉军三路接败损兵十支 六七余部狼狈逃回汉朝此战后 鲜卑对于汉朝的攻击更加猛烈 北方边境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战斗 而且汉军从来打不赢 最后束手无策 得汉朝想到了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和亲 然而没想到的是弹石怀 对于汉朝公主毫无兴趣 攻击仍然在继续汉朝北方到处 都是封阴眼看汉朝就要顶不住了 结果弹石溃却突然抱死他的儿子 既成了位置但却没有乃腹的威望 导致鲜卑重新四分五裂 就这样汉朝北方居然转威为安 了然而汉朝仍没有到松口气的时 后因为南修奴又反了南修奴变乱南修奴 不同于北修奴其实是汉朝的蜀国 不过这个蜀国只是说的好听实际上 就是炮灰他们于光武帝时期投降了汉朝 一直作为汉朝北方屏障抵御墨北游牧民族 然而南修奴人地位很低 骑手领南缠鱼的小命时刻 握在护修奴中狼将手上 如果不老实就会被杀死 然而到了汉安帝汉顺帝时期 南修奴开始不老实了 安顺时期是中国自然灾害 最严重的时期地震汉灾无数 安顺两位皇帝写最己诏 都不知道写了多少篇 但老天爷就是不依不饶 南修奴见汉朝被天灾折磨得苦不堪言 以为汉朝无人于是开始大规模造反 自汉一招南修奴的反叛 一浪高过一浪 但是最终都受到了镇压 而汉朝对于他们竟然选择了原谅 由于造反成本低南修奴人更是有恃无恐 他们不仅不帮助汉朝打击鲜卑 乌环等民族 还吃力爬外勾结他们一起入口 到了汉代墨西兵州 几乎被南修奴给毁掉曾经的河南 得变成了所谓枪湖的 一直到西境高沟黎攻占汉四郡 汉四郡是汉朝位于朝鲜半岛的行政机构 分别是勒浪、玄兔、真凡和林屯 而盘踞于今天吉林的高沟黎人 一直想要征服这四郡和辽东 于是对于汉朝边境发动了潮水般的攻势一开始 汉朝还能有所抵抗 但随着汉朝国力的衰退开始变得力不从心 而汉四郡也陆续落入高沟黎手中连辽东郡 也岌岌可危 而在东北方还有乌环、鲜卑等族与南修奴一样乌环 也是汉朝蜀国 但也和南修奴一样不安分 经常作乱 甚至勾结他们的亲戚鲜卑人 一起入口西域完全丧失 说说西域 汉朝对此地一直不上心 北修奴完蛋后西域和汉朝失去了共同敌人 西域也不愿意受汉朝统治叛乱 成了家常便饭 到了汉朝后期 对西域的控制基本结束 那一开始班超打败了北修奴 让汉朝成为西域的主人 但是接任班超成为西域都护的任上出师不力 导致西域接反最后班超之子 西域常使班永复通西域汉朝才勉强恢复 对该地的统治但是好景不长 自汉安地以后朝廷威信逐步下降 西域各国骄傲放纵 转而相互欺人攻打 原家二年长使王靖被于十人杀害 永兴元年车师后王 又反过来攻打屯田部队 虽然也有降服的国家 但他们并没有惩戒改变 从此逐渐对中原疏远而轻慢了 到了东汉末年西域几乎全部背叛了汉朝 在东汉豪强手上 问题全部受到解决虽然东汉政府不给力 但是因黄金起义而崛起的地方 豪强确实分能打 几乎完全扭转了汉朝被外敌侵扰的窘境 在东汉前中西朝廷对于胡人那点资源 是提不起兴趣的 但是分裂之后胡人的人力才赋成了 豪强们争霸的重要资源 所以他们纷纷出面吊打这些蛮族其中以曹卫最为积极 首先曹卫猛烈打击鲜卑 当时鲜卑曾出现了一代雄主柯比能 他们和谭石怀一样统一了鲜卑部落 但是人口军队没有汉朝多的曹卫 却轻松吊打鲜卑鲜卑人在曹张 田鱼等人打击下到处逃窜 眼高手低的柯比能也死 在了刺客王龙的剑下 然后是南修奴 曹操把南修奴缠鱼骗到叶城 并且软禁了起来 并将南修奴分成五部分别管理 自曹卫一朝南修奴再也没反叛 过其次是羌人 他们首先被马腾 韩岁等梁州军阀调打 曹卫进入关中后下喉扔 逃着分别横扫梁州的羌人 收复了全部师弟 打通了向西域的通道 随后曹卫与西域接触 重新设置西域城市 恢复了对当地的统治 而在东北方向 公孙氏军阀 把高沟黎人打得劈滚尿流 公孙氏几乎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 让日本的邪马台国 也成了汉人的臣子 公孙氏被曹卫消灭后 大将冠秋简 又两次进攻高沟黎 甚至深入到外东北地区 把高沟黎几乎灭族 再逃位的努力 下民族问题 几乎全部被解决了 而南方的南蛮和山越 也分别被蜀国和吴国所收拾 如果说汉独以强王这些 与东汉朝廷若即若离 的汉人倒是非常强的 所以从这个概念上 来说王夫之说 的没错 但由于穷兵 独武长期的战争 耗光了汉族的人才 消磨了汉族的锐气 到了西境汉族 已经默契沉沉 陷入老庄哲学的企图 最后出现了五胡乱华的局面 王夫之之所以说 汉独以强王 实际 就是为了说明汉族人 千万不能求兵独武 从这方面讲也是很有道理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